就是这块位在中山区复兴路239号旁边 大型社区前面大约20坪左右的空地 民众以为可以停放机车 没想到却被警方开罚单 因此向当地德河里长曾慎为 以及基隆市议员宋伟丽陈勤 宋伟丽也特地邀请市政府相关单位人员会刊 厘清这块土地的用途 到底能不能停放机车 所以今天的决论是说希望各单位 就是东华部公务团员和警察群的人 希望他们能够带回府内 然后远向未来的管理机事实上 是让行人如果是行人的走道或者庇护岛 这些是不是都可以 所以今天的决论就是让他们带回府内 这块空地目前它的使用跟标识都不是很明确 所以让周边的民众也搞不清楚这块土地的用途 所以造成有一些民众 把车子停在这边而被取地被开单 造成民众的困扰 那感谢一座这次办理这次的会堪 来帮大家解决这个事情 市议员宋伟丽进一步表示 这块地原本是属于建商润农建设 但是交给市政府管理 市政府和警方至少要厘清这块土地的用途后 才能开罚单或是其他事项才对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而是利用纸巡邦旗来的 并不求 撒尽松基隆报导